我們來跟大家補充一個 請問我們剛剛這樣錄的時候是錄什麼 是不是錄螢幕上的畫面 可是如果我想要把webcam的內容錄進來怎麼辦 我希望有那個啊 螢幕啊 對吧 那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免費軟體區 我有放一個 叫做 這個 有兩個你都可以用這兩個都免安裝 就是webcam的畫面 因為他不能同時錄攝影機 又錄電腦螢幕 可是如果我把這個打開 因為這個也變成是桌面的一部分 是就可以同時錄起來 你了解意思嗎 反正出現在螢幕上的嘛 就錄螢幕上的畫面就好 那這兩個都是免安裝 為什麼要特別找這個 在SP裡面你大概沒有這種困擾 比如說你把USB的這個攝影機 就是那個webcam插進去之後 在檔案中軟 事實上可以看得到它 可是到了win7以後 不好意思看不到 就是他檔案中軟是看不到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搭配一下這樣的東西 那這兩個都是免安裝的 都免安裝的 所以呢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比如說我現在就把這個打開 把這個打開 那它在這個上面呢 你可以自己設定一下我要多大 對不對 如果你不希望像比如說我們 以簡報為主的話 我攝影機畫面就不用太大嘛 我就稍微弄小一點 比如說到352288 好我就按連線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就看到我了 對不對 那你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在你的螢幕上 搭配你的簡報來用 但是這樣又遇到第二個問題 我一定要切這樣才看得到啊 因為我如果下去操作我的簡報的時候 哇 就不見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永遠浮在上面的 好像以前我們用那個 有些軟體不是有一種功能 類似叫置頂的功能 那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 我們給各位的 我記得應該有放的樣子 有兩 我這裡有放一個 叫HRButton 但是應該還要多放一個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是不支援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那這個都免安裝 你把它執行一下就好了 它在你的工具列上會多了幾個東西 有沒有看到我上面這裡 工具列 那個視窗上面有沒有多幾個 有看到一個圖釘嗎 這個就是字典 那 我稍微試一下 我有點忘記這個行不行 按一下 回到這裡來 有沒有就在上面了 我繼續操作 是不是一樣可以繼續操作 只是通常來講 你真的就 假設以這個為主的話 就不用那麼大 對不對 就不用那麼大 我現在是示範一下 真的我很少上鏡頭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用 好不好 給你參考一下 好